没有人说他争取民主有问题 从来没有一个判词或者控方的说法 因为他争取民主 是因为你要占领 你要善惑人去造成干扰 造成一个秩序大乱 这真是问题 没有人会用这个方法 我们争取民主从来没有说要用一个犯法的手段去争取 是自从这个占宗概念提出来之后 什么违法达义 什么法不责众 这种混淆概念 令到很多人 特别是年轻人会受到点控 这个其实他们是负了这个道德责任 但没有理由要霸占马路 但由2013年1月16日 大耀廷先生写文章开始 已经说明是用占领 他视这个为大杀生的武器 你如果用这个方法就当然会犯法 你不可以把崇高的理想和犯法的手段拉在一起 然后就说我崇高的理想被碰污 其实是你碰污的理想 你吗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